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再者今天是不是电头市场整体的表现 甚至是涨幅是强于大盘的 甚至今天电头市场越过的前高 3月28的一个高点 那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上周四的时候 就是我们连续假期回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当天的一个盘市 大家很担心 很担心说台股的一个走势 会不会因为廉价回来就这样子就玩完了 而当天的一个低点甚至跌掉了135点 在盘中当下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候就于大盘而言的话 必须要整理 但是逢低压回你必须要早买点 因为势必 势必什么 我说大盘从去年的6月17号 一波多头上来走了9个半月 在3月31号创下一个波段新高之后 在这个地方万六先前 一定会量缩震荡整理 但是资金会转进什么 我说转进OTC中小型的个股 我相信有Follow节目的投资朋友观众朋友应该 对这个相关的一个图卡跟解说是很了解的 那果不其然嘛 过去三个交易日 你来看看 今天是不是台股加全 开高盘中成上涨了80几点 但是开高后震荡 走低量缩的 当下最终只小涨了39点做收 那整体的格局你看 从3月31号的一个建高 9个半月的一个波段新高 来到了15951点之后 我圈起来这地方就是我分享 预测说大盘在这地方 需要做一个震荡整理 就是大型的相对大型的全资股 它就在那边横盘横向整理 但是反观 我说注意资金要有地方去 OTC OTC的个股 中小型个股有提材的会活泼乱掉 那你来看 是不是相对的 一样的点位 OTC连续到今天 是不是盘中高点 来到了215.2大点 是越过了3月28号 214.99的大点一个形态 整体突破了一个前高 所以很明显的 中小型的一些基欧个股 在这个量缩震荡的一个盘势当中 是异军突起的 就很像什么 最近如果也有发了我的一个盘中连线的朋友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 我说这个 现在上上很多的分析师 很多的一个投资机构 都在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电动车车用相关 但是建宏早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所谓的一个电动车大时代 这未来的5年10年 甚至到2040年前 都是一个走一个长多的一个格局 而从一开始 所谓的一个育龙 我说品牌通路 我称之它为台版的特斯拉 它的一个LUX-Gen N7相关的 到后来的离电池 对不对 有电动车最主要的 油车要叫站 那你电动车一定要有相关的一个电池 模组的高力千语 甚至后续讲到充电 充电桩很重要吗 飞鸿今天是不是也强势表态 甚至我说 如果你有敏感度 我说油车要叫站 那电动车要充电桩 那飞鸿 如果我开玩笑说 它是一个原生种 你从飞鸿的一个走势 跟我们先前的预判分享 那果不其然的股价 一路的这样上来 那过去这样 很像震荡整理之后 今天盘通事再一次的强攻表态 差一点点涨停 最终涨6%多 那我说这个所谓的充电桩的一个题材 是不是你要跟detail的想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3C产品 我说就是所有次等的一个零组件 所兜起来所构成的一个成型的一个模组 那充电桩当中 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关键的被动元件 就是所谓的 不论是所谓的薄膜的一个电阻也好 所谓的一个电感圈圈等等也好 我在盘通年线 近期的这一两个礼拜 一直跟大家support说 接下来电动车下一个次族群 要注意的就是电动车被动元件 包含光洁 包含耀盛 对不对 甚至连国际集团的一个开美 这三档中小型的个股 呼应我说OTC会接棒 在这个震荡盘群当中 这三档股票 包括衍生过来的原生种 飞红 今天是在盘中 做一个强势表态的一个动作 可以看到 这的确是近期 比较强势的这个族群 不过讲到说盘氏 最近大家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就出来痛批说这个OPEC Plus 他们这个减产的动作 是毫无建设性 他很激动 真的而且可以看到他讲完之后 这油价马上就狂涨了 这个真的是含水会结冻 含油会涨价 老师怎么看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不是叶伦 我们的叶大姐 他也做过之前的一个 FED的主席 然后他先任的财政部长 并不是他讲话 然后导致油价上涨 最主要是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OPEC Plus 就是国际石油输出组织 跟相关的一个 他的一个同盟的一个国家 进行减产 那这个减产的动作 最主要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来扭转 这个所谓低迷的油价的一个状况 那预计在五月份开始 每日的一个产油量 要降到单日要降到116万桶 减掉116万桶的一个输出量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大家知道说油电油电 大家讲油电双涨 那油有很多 又是一个很多原物料的一个 最原始终端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成品 那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周遭的 衣食住行也好 甚至衣服啊 鞋子等等的一些应用 等等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叶隆为什么生气 因为美国是不是在去年 连五升 17码 4.25个基点 4.25个百分比的一个强势升息 那升息 连妹升息的动作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抑制物价上涨 抗通膨 那好不容易今天回来 第一季感觉 他的不论是CPI PPI 感觉有明显的指纹 甚至下弯的动作 那你现在OPEC又搞这个动作 对不对 又说要减产 那减产 脚乱一直喝水 对啊 那市场的供给变少了 需求还是不变之下的话 那油价是势必推升 那等于是在乱举的啊 那我们的夜大姐当然是不爽啊 他好不容易在那边 哦 升了又升 好不容易抑制下来的通膨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再一次的 产生所谓一个通膨的一个疑虑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这样 其实你知道我骑勾勾了 我都感觉到 最近油价涨很凶 真的吗 我开特斯拉也很有感觉 是这样子 是 讲到这个 老师今天你觉得我哪里不一样吗 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说你很像小龙女 好像比较多人说我像小龙包 真的吗 小龙包你客气了 对 那你知道说你跟小龙女最大的差别 区别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就是小龙女有阳过 对 但是没有你我会很难过 对 好 老师是不是很常跟这个会员讲这句话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单纯就是 就是 由内心深中 心底深处 有感而发 就觉得我们今天施警 对不对 听听玉律是很漂亮 大家多支持她 她的相关的一些 FB或Instagram 对啊 等等的可以追踪她 对 就是感受到那种 就是今天特别不一样 所以有感而发的 对 就是来一段这样子 老师谢谢 好 那讲到 刚刚提到说 这个我们在这个塑化的部分嘛 那塑化相关会影响到的这个族群 油价的部分影响到的族群 可能像塑化等等 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看法 塑化的话 这应该有分正向跟反向 因为刚才我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油是很多 就是一般民生必需品的 最先前的一个 算是原始的一个材料 那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很多相关的一个塑化相关的 比如说PVC也好 SM也好 它相关的报价是联动的 会跟着上涨 那因为这样 相关的报价上涨 变成说它中 中油下油 应该是讲说 它中端或下油的一个需求 的制造厂商 它所买进来进货成本提升之下 那是变成说最终的成品 它为了要吸收这个成本 是要转嫁到成本上面去 所以变成说很多 直接或间接的一些概念个股 在这个所谓的一个 减产的动作之下 是会受到正面挹注的 在台股当中 那我们可能就是下一段回来的时候 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相关族群个股的一个看法 好耶 相当期待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趋势最前线 提醒观众朋友 想要获得最新产业趋势 跟这个每日盘式分析 别忘了要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小老鼠JJ1788要记得加入 那刚刚老师我们在广告前的时候提到说 这个叶伦出来批评OPEC plus这个减产的事情 所以在油价往上的情况之下 对哪些族群可能相对受惠呢 好 基本上的话我刚才有提到 这个油价后续的一个涨势 应该是可以预期整体的状况 那如果是油价上涨的时候 有分为直接跟间接的一个 所谓的受惠的一个族群 在台股当中 那最直接的无非就是塑化族群 对不对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油是很多就是塑化原料的一个 最始终原始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原料的一个成品 那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你包含所谓的一个塑化 我刚才提到所谓的一个PVC 也好 S&M也好 尤其当中点到这两档个股 华夏 1305的华夏 我们来看看它整体的概念 华夏大概应该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它是最主要的一个所谓的距离以西 就是PVC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大厂 那PVC的一个应用 大家可能多数都觉得说 那就塑化 就是应用在那个建筑上面 或建筑材料上面 但是事实上不然 PVC事实上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甚至可以延伸到高科技的一个电子股 甚至所谓的一个汽车的领域 甚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连穿的衣服 最简单的鱼衣 甚至球鞋等等 都需要这所谓PVC相关的一个材料 所以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PVC的一个报价 做一个联动拉升的同时的话 那势必滑下相关的一个供给 跟它所谓的报价 势必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成长 那大家知道说 如果观察PVC整体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联动的话 去年11月份开始 它是连三涨 连三个月罕见的一个连三涨的一个态势 最主要是因为大家记得吗 OPEC不是在所谓的这个月的二号 宣布要减产 它去年的时候 事实上也在十月份曾经减产过 而且单日的减产量还比现在来得多 单日是一日的话是减产两百万桶的一个部位 那为什么 就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国际原油是崩底了百分之三十六 因为这样子一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所以它进行减产 那后续有得到效应 到三月份的时候 沿路这样推升上来 脱步阻塞上来 但是后来三月份 为什么它又忍不防的说 在五月份开始做一个减产 最主要是因为油价在先前 谈升上来之后 又跌破七十美金的一个状况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消息又出来的时候 包括所谓的西德州 跟所谓的布兰特原油的话 也沿路这样拉升到每桶八十块以上的一个水位 那因为这样油价的一个拉升 PPC的报价联动上涨之下 我刚才说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之下 那正向受惠的 这PPC的滑下 你来看看这股价整体的一个形态 像近期的话 外资是已经有动作 明显的动作 股价先前这样子连续 黑K这样压回 测试所谓季线的位置之后 在这边阻底横向打底 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如同我所画的 画出一个这个黄色弧线的地方 那边阻了一个 晚宫底的量缩的过程当中 最近开始放量 些许放量电高 那你来看看 我箭头所指的地方 它在这边回测季线之后 短期的一个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 已经开始在低档的地方 同时打底的过程 跟月线进行黄金交叉 而且股价K棒的位置 今天 昨天 上礼拜啦 礼拜五的交易日 连两个交易日 高点这边开始在顶 顶这个什么 季线的地方 那季线也在这几天开始翻扬 所以这个整体的形态在那边 后面补量上来 加上外资的开始连续买超 五个交易日买超了1466张 后续的股价 大家可以做一个留意 再来 再来 相关的电动车 大家已经最直接想到的 哇 油变贵了 那是不是用电会比较省 虽然电最近也涨 油电双涨 但是相对的话 可能在所谓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纯熟度之后 电动车整体的一个使用可能 单位成本还是比油来的低 那这个趋势电动车 事实上我一再强调 这不是短期的 或者说这几个月 它可以看到五年十年 甚至到2040年 它就是一个轮动 就是一个大趋势 在这个产业大趋势的一个轮动 的一个阶段过程当中 那电动车的话 先想跟大家报告 就在2030年 30年这所谓的一个 近零排碳 绿化环保这一块 全球的一个自车强权 就在瑞典跟德国这边的话 它在2030年 已经宣布不再出油车了 也因为这样子 相关的一个商机的一个倍数翻 甚至销量 二五年之后的三倍数翻 然后让很多各大品牌 就是磨刀磨磨 争取这个大饼将近六 未来将近6000亿 到2025 6000亿美元部位的一个大商机 那先前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说 从这个所谓去年 我10月份跟大家一直分享 我说第一个 如果这个族群要动 电动车的一个通路品牌 玉龙旗下的纳志杰 已经是正向受惠 玉龙是不是从去年的一个 11月份 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因为当初的时候 我在前一个平台的时候 有带会员操作玉龙 在双11那时候 44块钱左右的起涨 一波拉升上来 然后到先前 今年的一个年初 二月初的时候 玉龙股价创了 33年的新高 来到84.5 先涨这个通路品牌第一波 那过程当中 我说不只是通路品牌 你只要是整车 整车的话 我说每一个细节 detail 环环相扣 外面的一个板金结构 品牌板金结构 里面的线路IC 甚至里面的内装等等 要所有东西 条件都具备了 才会成为一个 一台整车的一个成型 那你品牌通路动了 那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让它动不是油啊 是不是电池 那电池那时候也是一样 高利也好 天宇也好 再这样子 甚至高利还从去年11月初的时候 沿路130几块这样拉升上来 变成一个涨背股 什么涨背股 就是幅度翻扬到230几块钱波的高点 当然过去在三月初的时候 再次创高到250 最近股价横向震荡整理 但是我整体的一个后市 我还是觉得说 相关高利的后市 我们还是可以追踪 因为大家知道说 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客户 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燃料电池的厂商 叫Black Energy 对 它是一个氢电池材料的 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厂 这个正向下单给高利是受惠的 那这边讲了那么多 讲到光洁 对 我说整车到所谓的一个电池 到所谓的飞红充电桩 那我们从飞红再衍生 我说被动元件 刚才是跟大家提到 最近盘中连线 一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光洁就是一个 很需要注意的个股 那光洁这场股票 是做薄膜电阻的 最主要的厂商 什么是薄膜电阻 跟厚膜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连日本的大厂KOA 就是全球第二大被动元件大厂 包含所谓的一个 它另外一家被动元件大厂 叫SUSUMU SUSUMU这地方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 赤支75亿日元 几乎是用掉它75%的 一整年的获利 再去做一个资本支出 就在于说它的薄膜电阻这一块 它可以做到一个精准度 精度更为细腻 它可能是后膜的1分之1 可能不到1μm的一个尺寸 让整体的一个运作起来 电路也好 跟它所谓一个耐热程度 更为精确之下 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 所谓比较高规的车用电动车 甚至所谓的工控 甚至所谓的医疗的器材等等 所以光杰这张股票 它就是一个薄膜电阻的最主要厂商 尤其在车用这一块 高达40%的营收比重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副爸爸 它的副爸爸是什么 大陆的一个风华高科 风华高科是对岸最大的片市的一个 所谓的被动元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厂商 而且它本身具有所谓的 锂电池正负材料跟电池整体 组装跟研发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原本就是中国大陆 各大品牌电动车的主要的一个供应链 那因为这样子持有光洁 然后你觉得光洁是因此而受惠 这个市场 受到这个风华高科的一个 原本的产现而受益 所以我说电动车是第二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再来中兴电这个就不用讲了 中兴电这档股票我从去年年底 在友台的节目甚至财经命套 一直跟大家分享 一直跟大家分享 从七字头沿路喊到 先前是不是来到101.5 今天是不是过了这个高点 甚至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02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过了3月21日101.5的高点 前面3月9号103块 那它在涨些什么 它到底在涨些什么 我就说大家都知道 现在缺电缺电 除了缺电除能以外 对不对 原本中兴电它是主书 最主要的工程就在于说 重电跟除能这一块 尤其是重电这一块 它原本是所谓的工程 民间的工程也好 包含台电的一个10年期的强韧电网 最受惠的公司也是中兴电 再来它是系统性的一个整合 那你知道它整体的营收 大幅度的成长在去年 赚了大概半个股本左右 那你知道吗 它去年整体营收架构 就是focus在除能的这一块 你油上来之后 电也跟着涨 那电一年比一年还要缺 甚至我们的一个台积电的 董事长刘德英 甚至指引说到2027年的话 台湾的电真的够用吗 这个是后续衍生出来的东西 然后反映在实质的获利 跟股价上面 那中兴电它去年赚了半个股本之多 最主要的结构高达67% 是来自于除能这一块 从哪边包含了所谓的一个除能相关的设备 包含它太阳能相关的一些除电 甚至连氢材料 这个氢气 氢能源这一块 可以用在所谓的发电 甚至可以车载的这一块 所以中兴电也是车用相关的一个题材 那你看过去的股价 我说沿路从七字头到3月9号103 创高之后压回亮缩了 对不对 然后323试图在突破3月9号的高点 未果之后再一次的第二次亮缩 后续在那边横向平台整理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天我圈起来的地方 是不是连续放量 今天盘中高点来到102块 甚至突破 先突破3月21号101的高点 甚至在后续如果连续滚亮出来 有机会再走一段 3月9号103这个高点绝对会过的 连续放量 外资上周也开始在第二季 开始买超了1122涨左右的部位 所以纵观所谓的一个电 就是也包括电动车 然后包括所谓的塑化 在原油的减产之后 涨价的趋势下 这三个族群下面的六两个股 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老师刚刚提到说 这些这个个股的表现 还有去年到今年这个绩效 很惊人 听说老师最近带一个这个会员 好像是传产的老板娘 老板娘还来找老师 而且听说美艳动人 美艳动人我是不知道 但他确实是一个传产的老板娘 这个会员是还蛮特别的 这会员的话 那最主要的动机在于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整体的一个收入是蛮稳定的嘛 对因为他他传产业的话 听他在讲 他一个月扣除成本 阿里布达的就是 拉里拉扎的 就是等等的话 净利可能也有到两三百万 对算是还还不错收入 很不错的一个算是 算是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会员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 他有女生总是爱包包嘛 男生爱表爱车 女生爱包包 他一直有个梦想想要买一个 爱马仕的一个薄金包 对那大家事情可能知道 薄金包一个可能要上百万 对那他老公觉得那这么多 就很浪费 所以因为这样子吵了一架 然后后来他觉得说 哇看了靠男人 我自己有收入 为什么要靠男人 我都靠自己 那我干脆来跟老师一起做 做我的心态会员 对那过程当中 这边是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清单 相关的清单 做什么样的股票 就是3324的一个双红 我们来看看双红 你看这是我跟他的一个 对话的过程 这就是他跟我批评 他老公的过程 就是说薄金包太贵等等 我甚至说买包包不要吵架 然后后续呢 他觉得说OK 那我来参加你的会员 你来帮我创造财富 对正向的我就可以买包 甚至还有赚更多钱 在3月20号 入会之后的那一天的下午 他问我说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会跟他双红相关的 叫他买进10张 成交通知我 那你看这个相关的明细 172到22610张 获利有54万 31.4% 对就是过去 你看3月21日172买进 到3月29号226 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这一波这样子上来 31% 7个假日31% 赚了54万 会费马上回来了 而且他有信心 也买了包 太开心了吧 对 然后后来他有 自己下感谢 我要约我吃饭 对 但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 对因为毕竟我还是有家事的难民 对 所以还是要稍微狩猎一点点 对 好不是用美色再赚钱 是靠私利啦 对对对 我没有美色 是他有美色 对 我只是大家完成他的梦想 买到包 会费 然后也赚回来了 对 就是这样子 大家这样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也想要搭上这个财富列车 也想要来买搏金包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这个LINE的这个族群 小老鼠JJ1788 这个呢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来扫一扫QR Code 或者是加入这个 输入这个ID来做加入 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帮我们做的这个分析与执照 好 提醒观众朋友呢 这个本节目的资料是仅供参考 那么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财 呃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这个投资人呢 应该要独立的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致富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